官方的原件,官方的文件,基本上它就是都原文的 我印象中,网络上有人把它全部翻译成中文的 如果说这边全部翻译成中文的话,当然对英文程度比较没那么好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英语系国家,所以读这些其实还蛮辛苦 但是没办法,这是Programmer的宿命 如果说你要把这东西学好,还是慢慢要习惯 这种英文,其实这种英文有时候你也不需要从头来看到文 你要看keyword的,否则的话你全部都看完 可能看完也还是看不懂,因为里面写了一堆 我觉得这还是要习惯,或者是说你可以从网络上去抓 我在云端上面我有放了一个档案 这个是Java的API,在云端上的1.6ZHTW 不过这个东西,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它是一个CHM档 CHM档,我不知道在Windows7下面,好像没办法开,XB底下开的OK 它是一个help档,各位应该知道吧,就是一个说明档 那说明档里面就会有,里面所有的这个我们网路上面,它这个是一个连线的一个说明档 那那个是一个离线版的所有的说明档,已经帮各位封装好了 不过好像在Windows7里面没办法run,在XB环境下是可以run的 所以这个文件我想提供给各位参考,再不然的话,各位可能可以用什么呢 这个可以用Google翻译,可以把它翻译一下,有时候其实或多或少还是可以当成参考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关于那个,这边有几个,像那个我们常用的像run的函数 run的函数呢,在这边,这个run的函数,是所谓的四尺无路 但是很多状况是什么,我是无条件要舍去小数点,或者我要无条件敬畏嘛,有没有 在其他语言也有啦,像以色尔里面是有什么run,它有run的还可以第几位,取到小数点第几位 那它有个run down,run down是无条件舍去,run up是无条件敬畏 可是在Java里面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要自己写 写这种,这取到第几位的,那不过呢,它其中有几个类似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这个,这有讲到,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所谓的无条件什么 应该是无条件,呃,执行起来给我看看 因为两,这个哈,这个应该是无条件敬畏 就无论你有小数点到第几位,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假设1好了,34.1的话 那你把它run起来的话,一定会是35,它只要小数点,它就会自动敬畏了 无论你这个小数点是多少,反正你只要小数点再小,它还是会敬畏了,试试看 有没有,还是会敬畏,只要有小数点的话,它就会敬畏 那另外,各位可以配合另外一个方法,叫floor,这个floor刚好颠倒 就是无条件什么,无条件舍去小数点,无论你后面小数点多大 反正呢,你34.99,还是34,它return回去的话,会把你的小数点去掉 那另外还可以配合这个rinche,这个rinche,刚好介于它这两个方法之间 这是什么呢,如果它这个后面的词,这个后面的词,如果是超过5的话,好像会敬畏 有没有,超过5,会敬畏,如果是4的话,如果是4的话,那就不敬畏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四舍无路,那它里面的说明是这样,它里面的说明是 它说会找一个什么,close in value,argument,它等于是最接近的一个整数 会return回去,比如说你这个,这一个数字,这个有小数点,然后呢,跟哪一个整数最接近 所以呢,如果你是34.99的话,4.499,一样还是接近34,有没有 那如果你是5的话,它就会比较接近什么,这个地方特殊 比较特殊,34.5,34.5,34.5,我这边有改,34.5,之心下来的话,它会认为比较接近34 如果35.5,34.5的话,有没有,35,所以这个函数呢,很特别就是说,它也不算是45,因为如果你是用run的 这个,34.5应该是吧,就是35了,因为点5了嘛,对不对 可是这个rins是,它的说明里面是讲说,最接近的整数 那这个5,位置刚好很尴尬,有没有,它刚好是5,有没有,1到5嘛,然后它会有5.1到,到9.99 这个范围是比较接近后面的那个整数,所以跟run的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用rins要特别小心,它不是,它跟run的不一样,感觉很接近,但是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边有一个类似的群组,这是无条件,应该无条件敬畏嘛,对不对 这是flow,是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所以如果无条件舍去小数点,假设你也有人这样用,就是说,在这边不用什么 不用int,强制转型,而用什么,用一个mass,也有人这样用mass.flow 然后把它刮弧起来,就是这边刮弧,把它给,应该是这样 其实这个地方有没有,把它刮弧起来,道理也是一样会,那这边的话要怎么样呢 强制转型,因为它retend是一个什么,double,可是前面我们是什么,int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前面强制转型,把它改成double,就ok了 然后呢,它就接到了这一个,接到之后的词,把它run的出来 基本上呢,也是一样,它会强制把小数点去掉 所以一般也有人这样写,它不用int,它是用什么,用flow 然后前面记得要把它改为,这一个,改为 那这边的话,就会取的flow 那应该是刮弧,应该刮这边才对 把最后的run的结果再乘一次 应该是,去掉小数点 如果我们,它最后,这个里面,乘上的词,去掉小数点 一样,ok,去掉,这个是强制去掉小数点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出来的值应该就是会在,这个,0到,应该是0到10之间的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我们刚刚主要是再增加三个方法,这三个 你可以把run的底下再增加这三个,试试看这三个 另外呢,乱数产生的话呢,也可以用flow来做 或者是说,如果你要强制让它进位,你也可以用sell 可以把画面还给各位试试看 下次见 ugh 产生